Hello,大家好,我是Tony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TP-LIN WR-703-702的迷你无线路由器 然后这个就是WR-702的迷你无线路由器 它的配置跟703基本上是一致 然后现在这一款就不是703 是下一代是WR-802的迷你无线路由器 我看一下是WR-80N的这款迷你无线路由器 跟这个上一代的WR-702的迷你无线路由器 你看它这个大小呢 几乎是一样的大小 一样的大小 就它的外壳呢 大小几乎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大小 然后这个WR-802跟这个702对比来说 可以说这个WR-802是702的升级版本 就是它的硬件相对配置高一些 就CPU的处理速度快一些 还有无线的速度快了一倍 然后这个呢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可以把它升级为这个科学上网 这个OpenWRT固件来 当做科学上网这个无线路由器来使用 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款 WR-802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 我也把它升级为这个OpenWRT 这个系统就可以用它来进行科学上网了 通过OpenWRT这个固件来进行科学上网的 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主路由器来使用 可以用它来进行播放上网 还可以通过DHCP 客户端的这种方式来去上网 或者是无线中介啊 无线桥节的方式连接无线网络去上外网 还可以当做一个纯AP来使用 纯AP使用的话 你就是一个Wi-Fi的揭露点了 还有另外一种玩法是这样子 比如你家里通常呢 这家里有这种这个这种普通的这个无线路由器嘛 然后你这个普通无线路由器 如果是不能升级到这个OpenWRT这个固件的话 就或者你不想更改你原先的这个无线路由器的相关系统 包括一些设置的话 能不能达到这个科学上网的这个目的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去实现的 比如这个我现在这里这款呢 是Archer C7的这个无线路由器 然后通常呢这个无线路由器呢 你看它后面有几个接口 这里有五个千兆的这个网口 我们把这个电影先查上前 它这里还有个电影开关 如果你不想更改这里面的这个路由系统 也不想把它升级为OpenWRT这个系统的话 或者你这个你这个家用的这个普通无线路由器 根本就不能刷入第三方的这个固件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这个小盒子 这种迷你无线路由器来达到科学上网这个功能 比如我这里呢我可以把这个WR702或者802呢通过 因为它这里是用这个USB起电的嘛 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只需要接接上这个USB口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刚好这款无线路由器呢 它后面是有这个USB接口的 除了你可以插U盘以外还可以用来起电就是USB起电了 我们就把这个USB的这个起电口呢插 插到这里来 插到进去 然后这个小盒子无线路由器就放在这里 这样子就加多一个小盒子 它就可以当做一个旁路由来使用或者一个二级无线路由器来使用 然后就可以达到这个科学上网的这个目的了 然后把这个OpenWRT这个固件呢刷入到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里面 再接入到你这个家用的这个主路由器上面去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设置的话就要接一条网线 接一条网线这里 然后这边呢就 这个蓝色网线就插到它这个LAN口 这个家用路由器的这个LAN口 这个四个LAN口随便插 然后另外一条网线是接到你这个光猫的 就是这个无线路由器的WAN口 插上这个WAN口这里 然后这个网线的另外一端呢就插到你这个光猫那边去 就插到光猫那边去 好现在按一下这个开机的电源键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跟这个大的无线路由器 这个灯指示灯都同时已经亮起来真的开机当中 然后你这个原有的这个无线路由器的任何设置都不需要更改 只需要加个这个小儿子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 刷入这个OpenWRT固件就可以达到这个科技上网这个效果了 好接下来我就在电脑上跟大家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这个流线器来 我们先进入这个TPT延长的这个固件里面看一看 它固件延长的这个固件的默认的IP地址呢 是112.168.253 253这个IP地址 然后首次登入的时候它是提示你要设置密码了 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 现在登入进来了就可以看到这个TPT延长的这个固件的这个界面 你看它这个WR802A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 有这几种的模式 就可以当做一个AP的模式啊 还可以当做一个Router这个无线路由器的这个模式 还可以当做一个无线桥接的这个模式来使用 还可以当做这个无线桥接的这个模式来使用 以及是这个客户端来使用 这几种模式 总共12345有五种模式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页面 所以当前的这个版本是WR802NV1的这个版本 默认的IP是112.168.1.253这个IP地址 好简单看一下浏览一下它这个菜单 就是如果你想从它这个延长固件这个软件升级这里 你浏览到这个固件那里 你哪里点升级呢 它是不能直接升级的 因为有些版本是可以直接升级 有些版本是不能这样子升级的 如果你发现不能这样升级的话 你就要用这个在EU部的引导 热门下或者这个不利引导 就热门下去刷入第三方的这个OPWRT固件了 好怎么刷入这个第三方的OPWRT固件呢 我就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吧 好现在我们就来设置一下这个 T-Print WR802N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 现在这个WR802N迷你无线路由器呢 它里面现在的这个系统呢是原厂TP-LIN的这个系统 如果你想从这个原厂TP-LIN的这个系统呢 刷入到第三方的这个OPWRT固件的话 你要借助于一些特殊的方法 因为从它这个原厂的固件升级界面呢 因为有些这个TP-LIN的无线路由器这个型号 有些是直接可以从原厂固件的这个界面 升级到这个OPWRT固件的 但有些型号呢是不能直接升级的 不能直接升级的话 你就要借助于这个BRAID引导程序啊 或者U-BOO引导程序啊 从那个U-BOO或者BRAID的这个引导界面 刷入到这个OPWRT固件 然后这个无线路由器呢 我已经用之前那个方法 刷入了这个BRAID引导程序了 至于怎么刷入这个U-BOO或者BRAID引导程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布的那个视频 里面有详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刷机的这个介绍 好现在我们就切换到这个打开电脑浏览器来看一看 好这时候我们重新打开这个浏览器来 然后把刚才这个IP地址192.168.1.253呢把它改成1.1.1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BRAID的刷机的这个页面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里点击一下这个固件更新这里 选择一下文件 然后这个OPWRT4WR80ON 这个固件文件呢是我最新制作的这个 用来科学上网这个固件 好现在我们点写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打开 再点一下上传 好它现在正在上传这个文件到无线路线器里面 然后我们点一下更新 它就开始进行刷机的这个插座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更新 好的现在正在把这个OPWRT最新的科学上网固件呢 刷入到WR80ON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线路线里面去 这个过程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稍微等一下等它刷机完成 如果你的这个无线路线路线没有这个BRAID引导界面 或者这个UBOID引导界面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发布的这个视频 怎么刷入这个BRAID引导程序 好现在已经到 已经完成了已经到版本了 然后刷入固件完成之后呢 这个无线路线路线会自动的重启 重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OPWRT固件的这个登录页面 来进行下部的这个设置操作 好这里我们再稍微等一等 等这个无线路线路线重启完成之后 我们再进下部的这个操作 好 等这个迷你无线路线路线呢 重启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 或者无线连接的方式来 连接到这个迷你无线路线路线 比如你这个WiFi这里搜索一下 这里就可以看到WR802N-WiFi 这个就是这个迷你不信路线路线 这个WiFi绝对点 我们点显一下 再点一下连接 它就自动连接上去了 好它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了 好它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了 已经连接上WR802N 这个迷你不信路线路线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留言器来 好这个所有控制台关掉这里 然后输入目标呢 OpenWRT固件的这个IPT 要叫168.2.1 再按一下回车 好现在就出来的这个OpenWRT固件的 这个登录的这个页面 这里的登录用户名是 RT密码是Password 好现在我们说密码Password 然后再点一下登录 好现在就已经登录进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无线路游戏的型号 WR802NV的这个版本 来简单看一下这个菜单 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常用的 这个SSR Plus这个客户上网这个查件 如果你是不号上网的话 你就可以在网络下菜单机 和这里设置你这个WRANK 不号上网 不号上网这个相关的这个设置 这里你选择 那么一是DSCP Code 的话呢就是自动获取IP的这种模式 如果你是不号上网的话 你就把这个传说协议呢 改成PPOE 然后再点一下切换协议 再点一下保存跟应用 接下来就说你的 不号上网的章符跟密码 再点保存设置就可以使用 我这里是用DSCP的 我这里是用DSCP的 所以我这里就不停加这个Ball上网 再看一下无线接入点这里 无线接入点这里 你就可以当作一个AP的模式来使用 或者是无线桥接啊 无线中继的WFI模式来使用 都是可以的 就是上外网的方式是多种不一样的 现在我这里已经连接上这个 DSCP网了 我们看一下 看能不能 pin 这个网址 我们 pin 一下这个 moin 这个网址 看能不能 pin 这个网址 好 现在是可以返回到这个IP结果的 正常来说明现在我们是可以 正常访问到这个外网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 把你要科学上网这个节点线内 我把它停下进去 我们点一下这个服务下的菜单 再点一下这个SSR Plus 这个菜单点进去 在这里呢 在服务器节点这里 就可以停下你要进科学上网这个节点 如果你有订阅地址的话 就把你的订阅地址 添加到这里来 如果你没有订阅地址 你就手动导入这个SSR 或者SSR这些 可以上网这个节点 我们点一下添加 把这里找两个连接来示范一下 现在比如我们复制一个SSR的连接 再点一下一键导入 再把这个连接进去 再点一下确定 它就把这个节点的配置信息 导入进去了 我们再点一下保存了 好 它现在正在把这个设置保存进去 好 我继续来添加第二个节点 再点一下添加 好 我们再复制一下另外一个SSR的连接 再点一下一键导入 再点一下一键导入 把这个链接连接进去 它现在就成功导入这个配置信息了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保存 它现在就把这个节点信息了 保存进去了 你此类可以的 如果你要添加更多的节点 就是继续点这个添加按钮 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节点导入进去使用就可以了 然后你节点添加完成 然后就返回到这个客户端这个主页面 从服务器下的菜单这里选择 你要连接这个节点 这里选择一个SS的节点 然后用行模式呢 有四种模式 你要选择哪一种 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这里我显得全球模式也可以 用内容的这个功夫 网列表模式 再点一下保存的应用 然后稍等一下 它正在把这个设置保存进去 保存完成之后呢 如果你这个SSR Pulse能正常运行 那它就会变成这个绿色的这个状态的进行 现在已经变成绿色的这个状态进行 是SSR Pulse 当前是正在运行的 我们点一下状态这个页面 检查一下这个网络的这个联通性 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这个网络的这个联通性 我们点一下这个谷歌联通性 点一下 这里显示连接是正常的 谷歌联通性是正常的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百度联通性检查 点一下 把显示百度联通性检查也是正常的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功夫网列表 数据库点一下更新 这个数据库你只要更新一次就可以了 就不用每次的更新 隔一段时间几个星期后一个月再更新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数据库不是每天不再更新的 就大概一个月更新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国内IP数据库也是一个月更新一次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点一下端口检查 看一下这个端口 连接端口连接是正常的 好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访问到这个海外的网站 比如访问Google或者YouTube 我们点一下这个YouTube的连接 好看到这个YouTube的页面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打开访问的到的 我们现在我们通过这个WR802N 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进行科学上网 完全是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输入Facebook来试试 好看到这个Facebook也是可以正常访问的到的 也是正常可以打开访问的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通过这个WR802N 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进行科学上网 完全是OK的了 好这次这个刷机双集的这个过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使用这个WR802N 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的话 使用有什么界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跟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还可以扫描我屏幕上方的这个电报交易群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到电报交易群来跟大家一起交易讨论 如果你需要这个WR802N呢 最新OpenWR802N可起上网固件的话 可以发私信给我 用电报Tableign发私信给我 可以为你认识一下这个固件 好这次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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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